知名的美雙店86小铺疑似遭到骇客入侵 诈骗集团谎称银行的交易过程出了错 要解除分歧来进行诈骗 一个月内就有83名的民众受害 一名粉领族只买了599元的粉底液 前前后后却被骗了21万元 警方呼吁消费者接到类似的电话 要赶快向银行来查证 才不会受骗上当 现在全台风韩剧 韩系商品的知名度也跟着水涨传高 但日前有消费者向警方报案 知名网路商店86小铺疑似遭到骇客入侵 造成个资外泄已经有许多消费者遭到诈骗 在三月份一整个月 有83位民众出面报案 总计的财损金额是300多万元 主打日韩美装品的86小铺 生意好到可以成立实体店面 也因此短短一个月内就有83人受骗 其中一名粉领上班族接到自称是银行的电话 说他交易程序错误必须领出存款 购买游戏点数来解决 前前后后被骗了21万 到类似这样子的电话 他一定是诈骗 那可以第一步先去打电话向银行查证 警方呼吁消费者接到类似电话 要马上查证 至于各自外泄的问题还要在调查厘清 记者陈如群 魏友德 台北报导